我们经常听到有超级传播者 很多人害怕,一个人传染几百个人 但最近这几个月的医学研究 发现有一部分人对新冠病毒有超级抵抗力 体内有抗体非常强劲 可以对付现在现存的六种最麻烦的变种新冠病毒 不单止这样,它还可以对付一些不是新冠病毒 但类似的冠状病毒 譬如说,它可以对付一种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 还可怕它居然可以20年前SARS的病毒也对付到 究竟怎样可以令一个人拥有超级抵抗力 不怕任何冠状病毒 新冠状病毒、旧冠状病毒全部都不害怕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研究 老实说,这个研究牵涉的人非常少 只不过14个人 但有些参考价值 因为这14个人身上 都是找到同样强劲的抗体反应 究竟这14个人身上发生过什么事 这些超级英雄 通常都有一些经历 这些人在2020年 首先感染了新冠状病毒 感染了之后好回 好回后,每人都打了一剂mRNA疫苗 即是说IDA是 要么是Pfizer 即是BioNTech复变态 要么是Moderna 即是说天然感染完 接着再打一剂mRNA疫苗 之后 全部14个人体内都发现 抗体大量上升 可以对付这些新冠病毒的抗体大量上升 可以对付到我刚刚说的 六种的VOC 即是说六种麻烦的变种病毒 包括Beta和Delta 对付到20年前的SARS病毒 即是说那种很强劲的 死亡率很高的SARS病毒 动物身上的冠状病毒 它一样对付到 最恐怖的是 研究人员为了看一看 这些人的抗体是否那么强劲 他们用人工方法 做了一种超级的S蛋白 即是说这种S蛋白 就类似新冠病毒表面的S蛋白 即是那种精蛋白 但它里面加了20种变种 天然感染之后 身体里面的抗体 是不能够对付这种超级激蛋白 再者 如果你打完两针的MRNA疫苗 你身体里面的抗体 也都没办法对付这些 变得那么厉害的超级S蛋白 但研究员就发觉 当那些人天然感染一次后 接着再打一针的MRNA疫苗 它体内那些抗体 就能够捉住这些超级S蛋白 并且把它摧毁 不单止现存的变种病毒可以对付到 估计将来可能出现的变种病毒 都可以对付到 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天然感染过一次COVID 接着再打一针的MRNA疫苗 第一个天然感染 因为整个病毒感染 你就会引发一个非常多方面的免疫反应 你身体的抗体 就不单止针对 好像疫苗那样 只是针对病毒表面的S蛋白 不是只是针对那个晶蛋白 当你天然感染之后 就对付病毒身上其他蛋白质的抗体 都会产生的 即是说一连串 各类型的抗体 多方面的攻击病毒 你天然感染好之后 再打一针的MRNA疫苗 就会令到抗体反应更加完美 科学家开始发现 我们身体的抗体产生了之后 就不是铁板一块 你说如果只是打针 针就只是产生S protein 抗体就只是针对S protein 后来我们发觉 原来人体随着时间过去 人体制造的抗体 开始就不只是针对S protein 慢慢会进化 慢慢进化到 就算你只是打针也好 它都会慢慢进化成为 可以对付到病毒的其他地方 即是说好像天然感染 有质和量的改变 换句话说 随着时日过去 你的免疫系统的抗体反应 就会更加能够对付 一些新出现的变种 就不只是 只能够对付 比如说当初的元族病毒 Beta 当天然感染之后 再打一针 MRNA疫苗 这个进化过程 就会加速得很快 你产生的免疫反应 抗体 一男子的冠状病毒 都全部可以应付到 现在也有科学家 觉得 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后 再打第三针 应该都可以加快 就是这个进化和优化的过程 但当然 有没有天然感染 再打一针 那么快 这个还有伤确的余地 这个研究也是很初步 因为前提 你要先感染 如果你刚刚感染了 或者 要等人感染了一次 再打一针 那就抵抗力最强 但第一次感染 就会有风险 这件事 对大家来说 暂时也不是一个 很有用的方法 令到大家得到超级保护力 但是 这是科学的进展第一步 我们慢慢 希望可以找到方法 可以避免感染的风险 又可以令到 身体的抗体反应 加强进化 优化 就更加能够更好解决疫情的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